还没踏上中国土地的布林肯 溜去了越南 只不过访问越南的布林肯 满脑子响得似乎都是中国 重点也放在中国身上 大家好 我是顾言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本该在今年2月份开启访华行程的布林肯 直到4月份的今天 都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没能来到中国的布林肯 先溜去了越南 不过从布林肯访问越南所谈及的话题和重点来看 显然布林肯这场越南之行 更加挂念的是中国 难道布林肯溜去越南 是为了假装体验访华吗 值得注意的是 这可不是我一家之言 就连一向访华的西方媒体也直言 前往越南提升关系的布林肯 一边眼睛还盯着中国 由此可见 布林肯这趟访越行程是罪功之义不在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英媒金融时报援引4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中方已经告诉了美国 不打算重新安排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也就是说如果该消息属实的话 美国方面一直念叨的布林肯的访华之行 看起来在今年之内都不会实现了 因流浪气球事件 拜登政府似乎是抓住了个难得的机会 小题大做疯狂炒作中国威胁 中国在监听美国还单方面的推迟了布林肯的访华行程 但实际上那只是个民用的无人飞艇罢了 炒作完中国威胁的美国政府又开始放出消息 布林肯的访华行程是推迟不是取消 但中国岂是布林肯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的地方呢 既然美国可以单方面推迟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取消这一行程 布林肯不想来那就直接别来好了 想必这也是我们给美国最好的回应 也或许正应如此知道玩笑开大了的美国政府 频频在公开场合喊话 在时机成熟时 布林肯还是会继续访华之行 但美国的事后补救显然已经晚了 能不能来中国台阶不是你美国给的 而是中国给的美国得搞清楚这一前提 无法来到中国的布林肯推而求其次 去了同样身为社会主义国家 以及身处中国周边的越南 跟菲律宾一样 由于越南在南海地区也跟中方有些争议 所以一直以来 越南在美国眼里也被视为 在南海地区遏制中国的最佳桥头网 但众所周知 美月关系并非一直交好 班格多世纪前的那场旷日持久的美月战争 依旧让今天的越南在与美国打交道时 心存借地 正因如此 美月在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后 这十年来都没有将这一关系 进一步提高 主要原因出在越南方面 一直以来美国都想提升两国关系 但都受到了越南政府的打马虎眼 而将美月关系从全面伙伴 升级为战略伙伴 也正是布林肯此行的目的之一 布林肯在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富众等越南领导人时 就重点讨论了美月两国提升双边关系的议题 布林肯称 美月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变得强大 所以他希望在未来几个月或者几周里 两国关系能够有所提升 而越南方面则没有正面提到提升双边关系仪式 可见越南政府对此报的是谨慎态度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为了加深美月关系 布林肯还特地出席了美国新大使馆的破土动工仪式 根据布林肯的说法 美方将耗资12亿美元打造一座高达8层楼的 美国驻越南新大使馆 布林肯称 新打造的美国使馆里的领事窗口数量 可以提升到原来的4倍 从而提升美国驻越南外交团队的工作效率 大致介绍完美国的新使馆后 布林肯就开始夸赞 这一即将建设6年的项目 不仅将会为越南1000多名工人提供就业机会 并且还为越南经济增加3.5亿美元 而且对于美国关系来说 这是迈出的重要一步 整件事情看下来 合着布林肯跑到越南去大谈提升美国关系 结果最后就只是花了12亿美元 为自己的外交人员打造一个自家豪华的大使馆而已 这显然也不是符合越南预期的项目 越南想要的是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 并且有可发展空间 而不是这种建设完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的一次性项目 而且这一项目的最终结果 还是美国政府能把更多的美国人都放在了越南 这对越南来说是利是弊 用脚指头想都能知道 由此可见 布林肯此行表面上是为了提升美月双边关系 加强美月的贸易合作 但实际上美国对越南抱着什么样的地缘政治目的 越南是知道的 去不了中国就溜去了越南的布林肯眼界 甚至还不如冯德莱恩 一眼就能让人看出他此行到底是什么目的 越南自然也有明白人 本就在越南前科累累的美国 要想再把越南打造成为第二个菲律宾 可没那么容易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